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继12号公布10位小内阁成员后 再公布第二波人事 有唱年共事的律师连唐凯出任法务局长 斜杠创业家赵世龙任资讯局长 两位年轻时代有助创新改革 另外社会局长由在民间团体从事富有保护工作超过20年的姚淑文担任 教育局长由汤志明接任 消防局长一直特聘内政部消防署火灾预防组组长莫怀祖出任 兵役局长则由少将指挥官李志安接任 劳动局长由9月府上任的现任局长高宝华留任 有助延续劳工福利政策的推动 我想最重要的除了讲说专业还有公务守守之外 这一次的三大特点包括了民间的人士 还有年轻而且还有创意 那汤局长过去虽然有担任教育局长 那这一次再给他延览 然后进到市府的一个体系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教育的一个体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守守之外 还有现在的一个 学校的一个听设 因为少指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有多很多的一个空间出来 那汤局长在这个校园 EOD规划的一个空间上面 他有他的一个专长 所以说这也是万安市长要借用 他本身教育的一个专业特殊领域 还有未来空间规划的这一个运用 相关的一个人士万安市长 还在持续的征询研览当中 如果说一旦确定了 我们会跟媒体朋友 还有外界来做一个报告 那至于讲说在12月25号之前 当然万安市长他也持续的 来做这些征询研览 希望都能够到位 林英华委员他之前就说过了 他现在就是以做交接的 这一个小组窗口的一个成员 把这一个交接的事项给办好 那未来的一个事项 那如何的一个人事安排 那这一切都是由万安市长 他的一个权限 确实啊 现在大家都讲说世代要交替 但是我认为讲说 不只要世代交替 还要世代提息 怎么样子能够多提息年轻人 让他们增加有公务历练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从这一次的一个人事上面 你就能够看到万安市长 他重视年轻人 也希望利用他们在民间的一个专长 然后发挥到公务系统的一个领域来 团队也表示 人选有很多并没有遇上瓶颈 目前第二位副市长还未定案 接下来会陆续公布 25号之前会持续征询研览人才 尽量达成无悬缺职位的目标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